好的 同學 下週段考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問老師喔 老師 請說 那個 我分不清楚 過去幾點是個 什麼過去管理 這個我不是說過很多遍了嗎 你會段考前還在問老師呢 自己問同學 好的 同學 這次段考大家加油喔 如果全班平均有 70分以上的話 老師就請大家喝飲料 哇 老師 妳真的好好喔 對啊 再去年 謝謝啦 老師這第五題怎麼解 這一題嗎 對 這一題就是你要把Y 代入方程式裡面 然後8X-3Y等於54 這樣答案就出來了喔 好 這樣的話 對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 下課都可以來 辦公室找老師 好 好的 同學 銀光筆拿出來 我們要來畫重點囉 從第一段第二行 一直畫 畫到最後一行 就是我們的重點囉 全部都畫 就是重點啦 老師 這次段考會有像第七題 這種題型嗎 第七題 有可能會出 但也可能不會 可是如果你上課有認真聽的話 老師就一定會寫喔 是有講跟沒講一樣 嗯 爸 我現在聽聽我好像不清楚了 老師 你要上課 我們複習啦 同學 下禮拜段考 這節課就讓你們自習喔 同學們 這次考試很簡單 不會難 你們自己讀就好了 我們趕下進度 翻開課本 第55頁 不是吧 說好的複習呢 上次其中考 竟然考書餅班 所以這一次 考試如果全班低於80分 全部課文夠從超出現 這次數學考的範圍很廣 大概有100多題 是我們邀請 國際數學奧林批克的冠軍 來幫我們出題的 可能是創校以來 最難的一次數學喔 這次老師幫你們出的試卷 寫到下課 這次要幫你們複習用的 要算分數 再來 這次是回家功課 幫你們做考前最後的溫習喔 有國文 英文 自然 歷史 地理 公明 這些影片要教 要認真寫喔 要算分數的 好 這次是回家 新的請教課 新的請教課 做多次 做多次 這次 算編